全油管最快新闻,根据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道官方微博消息, 浙江里水一民宿老板发现自家民宿在平台上的价格被调整为国庆特价2780元,引发网友热议。 该民宿老板表示已下架,避免被认为宰客。 网友表示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建议直接打电话询问价格后再下单。 而另外一些网友则选择住在网友们提供的私宅,这种私宅短租的行为存在纠纷风险。 河南泽景律师事务所主任傅健表示,自家住房不能随意租给游客居住。 在旅游城市成都、重庆、西安、厦门等地,不少人利用社交平台提供自家住宅短租,价格比酒店和民宿便宜很多。 订阅新闻急速地,最先知晓天下事。